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美国的股市和经济来看的话 究竟如何来判断美国的经济走向 现在又美联储官员说 美国如果要降息 不会是在今年上半年 最快到今年第三季度才会开始 而这个背后是针对于美国的经济 以及通胀的预判 做出这样的一个谈法说法 在美国经济情况方面 评级机构目的说 第一季度会有更多的垃圾信用平等的美国企业违约 分析师表示 评级最低的美国公司违约率 会从去年11月的5.3% 升到这个季度的高点5.8% 分析师这么写 说评级调降反映出 一系列的挑战 包括了流动性减弱 营运业绩恶化 收益下降 财务杠杆高企和再融资风险增加 其中的医疗保健公司的违约风险最高 百货公司方面 每一系百货会裁员大约是2,350人 占13%的公司员工 并且会关闭5家门店 主要是削减成本 并将支出转向改善客户的购物体验 全美最大的网上零售商 亚马逊也会裁员 他们说会裁卷buy with prime分支 少于5%的人手 设计人数可能略高于30人 而在整体经济方面 华尔街大行 摩根大通的CEO戴蒙 高盛的行政总裁苏德维 在瑞士达沃斯隆谈谈美国经济前景 戴蒙审慎看待美国未来两年的经济表现 认为继续受到金融和地缘政治两大因素影响 他也认为 美股过去几个月相对好的表现 吸引又了投资者冒进 提醒怀着一厢情愿与世事顺利的想法是错误的 说股资每次上升 就像一次让大家感觉良好的药 别忘记这背后投放了很多的财政刺激措施 所以他认为大家应该要审慎 博根大通的分析师J.Barry领导的团队同时也听到 为了避免流动系违级重演 美联储应该要考虑停止QT 也就是要对于量化紧缩 他们认为已经步入了中章了 他们认为美国方面会在4月份正式开始放缓缩表 11月份停止缩表 所以看下来的话到底什么时候会降息呢 美联储官员重申 当局最快在第三季度才会开始降息 今年一席时有表决权去年被视为比较鸽派的 亚特兰大联储银行行长 博斯蒂克小事 希望看到更多证据表明 通胀率正在朝着美联储2%的目标迈进 并且重申 直到第三季度才会降息 博斯蒂克说 如果通胀率的下降速度远快于预期 他会对美联储更早采取行动持开放态度 更多消息马上联系的是独立听地学家谢国中帮我们分析 Andy你好 Andy你好 这一大段时间以来 我们常常看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市场都在猜测判断什么时候降息 每次有美联储官员讲话 市场就在波动 国际的股市会市债市都因此受到影响 为什么任何一位美联储官员讲话 市场就会跟着波动呢 因为现在那个美国央行政策的话 不是主席一个人说算 我觉得那个货币委员会的成员的话 都有一定的发言权 所以对市场来说的话 每个人说的话的话 对都是有一定意义的 所以什么市场的话 对每个人说的话都有波动了 他们这些谈话当中的谈到谈到通胀 所以用谈通胀来判断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降息 美联储现在除了在纠结通胀2%的目标之外 究竟还在担心什么 因为现在其实通胀在缓慢的下降 正因为对通胀的看法不同 所以有些美联储官员认为应该早点降息 也认为应该不要那么的担心 究竟美联储还在担心些什么呢 其实美联储最关心的是美国国在市场的稳定 其实对通胀的担忧的话 也是因为市场的反应 可能会波及美国国在市场的稳定 因为美国每年现在要发贷要6到7万亿美元 那个市场的话就是 就是这样的供应量是巨大的 如果市场的话没有信心的话 很可能就会 这个市场就没法运转了 所以他希望市场呢 就是大家都有信心 这个信心就来自于 一个是那个通胀可以控制 第二个是那个利息不会的上升 这样呢 你今天买的债呢 明天不会贬值 美联储每年要印7万亿美元的债发出去 当然要有人买 如果没人买 那个美国的债市就出现危险 所以美国的经济当然就会受到影响 而这个时候看到呢 就会受到全球 全球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在亚太地区方面 香港和内地的股市的估值已经很低了 为什么好像提振比较乏力 究竟为什么呢 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一定的流通问题 有一定特定的流通问题 主要是因为中国管理资产的人 他是因为波及到那个土地 房地产和债市的话 都是没有什么流通性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那个 如果有流通的需求的话 就会卖能卖出去的东西 就是股票了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米科斯基现象 在中国的表现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说你流通的资产的价格 会不断地受到压力了 土地还有房地产流通性在减少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就只能卖股票 这是导致股票价格在低位徘徊 是很重要的原因 是这个意思吗 Andy 是的 好的谢谢谢国中先生 我们所做的分析 另外来看一下就是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对于全球金融市场 一直是有影响的 所以对于在今天 星期五的港股和A股表现 又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的这个美国债市 在星期五的时候 又在4.1以上 在同时美元汇价也在上升 星期五的美汇在103.49 日元因此跌到了148.8 人民币汇价在7.19到7.21之间 股市表现 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调整 上证宗旨全天大部分时间在平盘下方 两市成交缩量到6600亿元人民币 北向资金竟卖出52亿元 上证宗旨收盘 跌13点 报2832点 深层指跌59点 8787点作收 创业板指数跌0.98% 港股星期五再度反复下跌 市场信心不足 影响横指高开低走 蓝筹股跌多生少 科技和造车新势力跌幅居前 地产和部分金融股下跌 横指暴15308点 跌83点 跌幅0.54% 国企指数跌44点 科技股指数跌1.45% 主板成交968亿港元 整个星期横指下跌935点 跌幅5.76% 南向资金竟买入10.31亿港元 面对港股已经在15000点保卫战 港交所主席欧冠生出席 达沃斯论坛的时候说 港股跌到了将近投降点 他投降点的意思是并没有仔细的说 但市场认为大量认输 抛售股票的阶段已经出现 到底是不是第一位应该可以入市的 有业界认为呢 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 而港府面对这样的事况 在去年已经成立促进股票上市 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专责小组 正在瑞士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小组就如何降低交易成本 如何吸引更多国际企业到香港上市 等等提出了建议 港府正在为此努力 未来几个月之内也有成果 这时候有政党也有业界都认为 港股跌跌不休 其实应该用香港的外汇基金来支撑港股 或者是用内地的外汇储备 与其买美国的国债 这时候也许是时间入市来买港股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这么做 马上连逝的是经历学家 也是会信资本董事总经理叶翔来分析 叶翔你好 叶翔你好 关于让香港方面的外汇基金买港股 这几年来一直是有这样的看法 包括用外汇储备来买港股 你认为此时此刻 是不是动用外汇基金加大买港股的比重 还有用内地的外汇储备 投入港股的好时机 应该是个好时机 我们传统认为说 外汇储备的功用是在于说 用来维持进口 万一进口有什么大的波动 那么外汇储备能够应急 能够不许之息 一般说来 传统认为说 外汇储备的量 应该在进口额的 三个月的进口额 就断了 那么今天全球经济发展的这个地步 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们认为说 外汇储备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作用之外 其实在实现宏观 经济 以及金融发展 以稳定的战略上 能够发挥作用 才是更重要的 也就是说外汇储备应该用来实现宏观经济 以及金融发展的战略作用 而不仅仅是在于说 为了应对进口的技术性的作用 更何况 今天外汇储备无论是香港的 还是说是国内大陆的 它的这个外汇储备量 远远大于三个月的这个进口量 所以因此是有余地 去用来这个实现这个战略目的的 那么香港市场呢 你看经过已经跌了四年 再加上今年一开盘又跌了10% 实际上呢 整个投资者已经对香港市场没有信心了 然后陈建量萎缩 融资功能大量上市 可以说今天香港的市场 已经是一个市场失败了 市场失效 这个时候呢 很可能面临着 香港的国际支援中心地位不保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性的决策时期 关键时期 怎么样动用外汇储备 来保证香港的这个 国际金融资金地位 这是个根本性问题 应该是完全可以 不应该再犹豫了 面对市场 在可能失效的情况 关键时刻 你刚刚认为 不管是香港的外汇基金 或者是内地储备 现在来进入香港股市支撑市场信心 是特别重要的 但有另外一种声音说 真的有效吗 比如说香港的外汇基金 如果投入到更大的比例到港股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香港的金融稳定呢 是 香港因为是联会制 它可能不同于其他的这个制度 所以它这个外汇储备除了为了保证这个进口需要之外 还要保证这个联会制的稳定 但是我们知道香港这个外汇基金 它的规模大概是我们发行在外的这个港币的好几倍 应该有四五倍左右 所以呢 从保证联会制来说 它是足够的 远远大于所需要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可以动用中国国家的这个 外汇储备 因为今天中国能形成这么多外汇储备 有相当大的部分 也是因为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 融资作用 来每年有大量的这个 体业在香港进行融资 然后把资金转到国内 形成国内的外汇储备 那么今天 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面临说战略性的失败 因此无论是国内的外汇储备 还是香港的外汇基金 都应该拿出一定的比例 或者规模来提振香港市场的信心 那这个并不会影响 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 也不会影响联会制 也说如果你的市场一旦稳定 你的IPO的融资功能又恢复了 海外的资金资兰又会进来 所以呢 你的外汇储备又会变多了 所以是 就是开源一个截流 这个问题 如果你在静等的截流 市场对你越来越不信心 越来越没有信心 因为金融市场是一个信心的市场 所以你必须往开源的思路 发展的思路 才能把这个市场提振起来 谢谢叶翔 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香港资本市场需要资金 这时候资金从什么地方来 如果说欧美的资金 现在暂时在观望 或者是说他们有不太的 不瞎的想法 那么在香港方面的外汇基金 和你的外汇储备 对在香港资本市场的支持 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次回来关注 前来的消息 我们到首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 去年电动车销量已经输给中国比亚迪的美国特斯拉公司 今年会遭到更严峻的挑战 因为美国的极寒天气 使得特斯拉的车主们要排长队去充电 充电又出现了混乱情况 他们是不是在考虑应该换车了呢 美国芝加哥最近迎来极端低温的天气 不少电动车因为气温太低 没能充电 车主轿火连天 多名特斯拉车主冒着银寒的天气 在风雪当中等待汽车充电 由于电池在极低温的情况下 没能启动充电模式 充电站陷入了混乱 更有充电站大牌长龙 特斯拉建议车主要保留最少20%的电力 来减少电动车在极端低温下 电池迅速消耗以及没能充电的影响 有汽车协会也建议车主要充电之前 要按下预调节按钮 使电池达到最佳的温度 进入预备充电的状态 美国的电动汽车销售已经在疲人的状态 而最好的特斯拉斯拉目前也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对于中国电动汽车来说呢 也许可能在美国市场不用太大的担心 因为中国的电动车进入不了美国的市场 不过中国的电动车大举进入东南亚的市场 东南亚当然不会出现严寒的天气 现在比亚迪在东南亚要动度的投资 媒体报道说 比亚迪花百亿港元的金额左右来投资印尼设厂 年产能大概15辆的电动车 主要是大举布局东南亚 同时呢在印尼也受到官方的重视 比亚迪会在印尼的发布会上面呢 已经会推出海豚海豹还有auto三个车款 另外在工信部19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谈到了中国的新能源车 出现了一些无序竞争重复建设的行为 主要是在内销方面 说其实包括汽车产业方面呢 对于中国来说是做很大很大的贡献的 但是对于那些地方政府出去无序竞争 或者车企无序竞争重复建设的行为 需要加以解决 从车企的角度来看 这是日经新闻谈采访了中国大型的 纯电动汽车 Alpha汽车技术的董事长宣奇武 谈到了 说目前中国有三股势力正在展开 类似战国时代的汽车产业的竞争 有传统汽车产业 纯电动汽车的专业企业 还有华为等跨界企业 进入新能源企业 展开了价格战 他认为到2025年没有意义的竞争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企业就会被淘汰了 说到中国的工业企业 在最近的表现情况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 在记者会上就谈到了 内地的工业经济在波动当中 实现稳步恢复 总体诚信的是 回升向好的态势 截至去年11月底 归上工业企业亏损面 自2023年4月起 连续8个月持续收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 连续5个月回升 利润从去年8月份开始 连续4个月实现正增长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 同比增长9% 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 自2023年8月份以来 呈现了加快的态势 辛国斌表示 工信部已经会同财政部 还有人民银行等部门 进步引导金融资源 加大对制造业重点领域 和薄弱缓解的支持力度 目前已经和内地22家金融机构 展开战略合作 以适配优惠贷款 产业投资等方式 支持研发活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一再强调台海稳定很重要 当中的关键当然就是 全球最重要的芯片设计 和企业生产商 台积电在台湾 但是美国为了分算风险 在前几年已经开始施压 给台积电要在美国本土去设厂 但是最新的消息是 他们在亚尼桑那州的 第二座工产的投厂时间 要推迟台积电在记者会当中 亲自怎么说 台积电在亚尼桑那州 有两家半导体工厂 当中的第二座工厂会推迟 并说早些时候 有关工厂会生产一种 先进制造芯片的声明 存在着不确定性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亲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的 声明进步证明 这个耗资400亿美元的 亚尼桑那州项目 在实现激进的时间表 目标方面遇到了挑战 台积电曾经在2022年12月表示 第二座工厂预计会在2026年开始 生产3纳米的芯片 但是现在呢 柳德英表示会考虑在 2027年或2028年 作为量产的时间表 他也说 具体的芯片类型还没有确定 会受到客户需求 以及政府激励措施的影响 柳德英星期次表示 他们正在跟美国政府 就亚利桑那州的激励措施 和税收减免支持 持续沟通 而台积电去年四季度的净利跌 将近两成 但是呢 超预期 预计今年半导体产业 在增长10%的情况下 他们台积电 全年的营收会增长25% 正因为他们也预告 相关的AI芯片需求 强劲 在美国的ADR的股价上涨 也带动了英伟达和超微 AMD半导体股价 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记录 芯片产业仍然是全球在2024年经济面临很大挑战的时候呢 一枝独秀的 而对于全球来说 今年最大的挑战就是 红海的危机 升级对于航运院带来的影响延伸到了供应链 会不会受到了波及 媒体报道说 红海紧张持续升高 还有巴纳边运河的旱情未见好转 连北欧天气也影响 使得航运巨头马士基拜18号表示 北欧港口的天候干扰 以及船舶避开红海航线 导致货柜码头出现拥挤 最新的数字显示 上海到洛杉矶航线的货柜运价 已经涨到了2022年9月来的新高 这段期间 这个航线的涨幅已经超过了38% 达到3861美元 是2022年9月以来的新高 知名的海洋供应链顾问业者 Sea Intelligence都警告说 国在武装组织在红海袭击商船 对航运造成的破坏 已经超过了新冠疫情期间 对供应链造成的影响 那么在中东局势方面 影响到今年全球石油的供应 但是国际能源署 IEA跟石油输出国组 OPEC上调 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成长预期 不过 IEA的预估仍然是低于OPEC 石油需求在明年可能会放缓 这是OPEC上调明年的经济预期 原因是因为通胀缓解 会刺激全球增长 预计明年的需求 整体来说呢 虽然会上涨 但是呢 需求是在放缓的 对目前鸿海局势的影响 中国的中原海发就说 鸿海局势导致部分的船只 进行绕行改道或者是延期 一定程度会影响到运输的周期 而中国外交部在回应有关鸿海局势的 就是说 避免推高地区整体的安全风险 就此文会整体来谈谈 美国在鸿海下不退胡塞武装组织 而全球海运再起波澜 为什么全球海运再起波澜 咱们刚才新闻说得很清楚 本来鸿海那边出问题了 涨价的连带的 就是中国上海往洛杉矶去的 这是太平洋 跟鸿海一点关系没有 然后往纽约去了也涨35% 那就说明了全球的运输 它是一个总的棋盘 就是整个全球运输的供给量 等于每个船的吨位 乘以它的运输速度 运输速度 原来走苏伊斯运河 亚欧航线是一个很经济的 现在你要绕过好望角 多出40%的时间 那等于说 这个运量就掉下来了 掉了它又取决于 第一 到底有多少船可以走红海 多少船不能够走红海 所以原来是袭击和以色列相关的 那现在不是了 和美国相关的 和英国相关的 它都袭击 而且是不单红海 连雅丁湾都打起来 那美国是不断地升级 对胡塞武装的恐吓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美国一直向胡塞武装 释放一个信息 说我打你是迫不得已 我要维护的是航行自由 只要你不袭击上船 我就不打你了 就算前两天 他又再次把胡塞武装 列为特别指定的 全球恐怖组织的这个名单 他也说了 三十天之后才生效 三十天之内 你改邪归正 我就不列你上去 但是胡塞武装根本不理你 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要的就是要打美国 特别是你英国要加入 那也一块把英国给打了 所以现在以色列 它是比较难受的 它这个影响到什么程度 就是以色列的 有相关以色列的这些船 比如说它的船东也好 它的货物也好 那保险公司给它开出天价的保费 如果说你搭了以色列的货 或者跟以色列相关 保费涨到什么程度 很离谱的涨12到15倍 而且现在这个再保险公司 关于以色列的资产 它就不保了 就新的条款就不保了 因为它承受不了这个战争 所以胡塞武装并没有被下退 反而放大这个危机 这样就取决于下一个因素 这个危机持续时间多长 持续时间越长 它对这个波动就越大 所以刚才那个报道里面 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它认为到现在已经超越了 新冠疫情的对供应链 波动的影响 那个时候波动 其实我们看后果还没放大出来 当时从上海去美国的货贵 有多少钱一个 2万美元一个 现在才涨到将近 3000多 4000美元 才涨到这个数 所以还有5倍 如果说涨到1万美元 那全球的通货膨胀 全球的货物供求格局 全球的贸易格局 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从这里再来看的话 到底美联储在今年下半年 会不会降息 一切都还是未定数 感谢收看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再会